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巧无一章 看来也是天要亡的 你看 就是这儿 快看 青州水师 你既然看见了 怎么不拉我去码头 看不上了 从这下码头再出船 怎么也赶不上了 我呀 我就该陪这世子一块去 要遇上了 那靖安芒谱的不是宠物 真要害了世子 那北亮毕竟啥之情肉 今天不能再措施机会 到时候 给他捞个全尸送回北亮 也算是人之一尽了 别管见着那家伙了 等他赶到 好 平凤年早死 齐电不动 左右两箭击沉敌船 不留火口 是送咱们来的 敌船 出门 出门 那大杆子是干嘛的 那是拍杆 咋船用的 拍杆重量精神 这两下砸起 怕船用的 世子 可以用病人吗 准了 来 给我滚开 放屁 放屁 真是勇将 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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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谢谢 你去世子吧 他让我护着你 这不是那位将军 他又不是三头六臂 他光挡挡不住的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不住 宁额眉 夺船 好一个近战夺船 不住 魏爷爷 能上那艘船吗 小事一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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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想靠人里把船拉过去吗 能上那艘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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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莫非天生诚意 我才是赤架杰鱼 可以了 我才是赤架杰鱼 是赤架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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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已经迷不及扯 娶我神秘宫来 是 已经没事了 林家的人已经陆续走走 王宝就下不少人 是赤架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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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涛倒是没白敲啊 大黄廷也差不多是他自己的呢 春午到了 来了也不动 怕是吓破了胆 吴家见证不过如此 那艘小船进到了厮杀 为什么还不走 他想干什么 这又是谁 是徐凤年吗 哪位 见证吴六帝 你娘当年返出吴家 见证您生受损 这屈辱总要还上 武债自成 我娘的祸事我接着 吴家若有胆气 大可以来北梁讨债 你要接 便接着吧 这是什么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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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竟竟竟竟如此之急 竟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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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 别忘我脑袋上人船 前辈是哪一位 关你求事 师祖 真气用的倒是熟了 那老头又是何方神圣 接着 我来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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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呼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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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分分地提高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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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 怎么了 初解生情了 这仅有什么情和生物 如果我没有记错 相反曾经是楚国的大臣 你是楚国公主 重游此地 自由感悟 哪来的什么公主 晚上加点烟 烤了 现在只有一个丫鬟 我小时候是来过这里 那时候路上行人 说话全是楚国相依 不是相依没了 是人没了 当年徐霄率十万兵甲 为相反三年 楚人誓死不详 连城内百姓也自发守城 城破之时 二十万乡凡人尚活着的 不足以万 后来是牵了其他地方的人口 才重现这盛景 战后徐霄来过 他说 埋在这繁华街景背后的 是十数万孤魂野鬼 夜夜哀嚎 你说这话做什么 炫耀你爹 工程拔债占物不剩吗 徐霄说这话的意思 不是炫耀 还能是什么 其实世上哪有什么 牛鬼蛇神啊 他说的孤魂野鬼 并非真的埋在相反 而是扎在他的心里 勇士缠着他不得安宁 人徒徐霄 世人见其威名 却没人知道 他背负多少亡魂前行 他是后悔了吗 不是后悔 是警惕 是提醒 是为了告诉他自己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都不能让乱世重现 他想要守护这样的天下 所以 北梁君旗对他来说重过一切 那你呢 我和他不一样 我也不会和他一样 连自己身边重要的人 都守护不好 天下 大局 有什么意义呢 幼稚 你幼稚 你最幼稚 谁说幼稚是幼稚 我说你幼稚 你就是幼稚 你 接下来 我们去哪儿 我知道家族的心腹都藏在哪里 我带你们去找 不用找 为什么 静安王和许人业 你家那些心腹 恐怕早就早清 那接下来你想怎么样 这相反最好的客栈 那什么地方 这条路只是走 两个路口又快就是 我们去客栈 你去静安王府 我去静安王府看什么 报仇吗 不 传话 宫门前提刀牵马 何其狂狈不堪 京城重地 别乱了理智 您 您哪位 银青光露大夫 留体人 从三品 本朝用旧制 银青光露大夫 算正三品 原来算正三品 为告权重 为告权重 不讲权势 说的是手礼 来 来 不仅仅是衣装 你那刀也该去了 不仅仅是衣装 这是什么呀 莽文谁不知道 莽 急找 无找 按理智 什么样的人 敢穿无找跑 一般 是皇室宗卿 这蓝大段的底子 便是义姓王 义姓王 能不能带刀上朝 天子欲赐 还可带刀剑架 这是陛下给的圣恩 那三品官员 云霞 说回去 给 拿着 我就是提醒 提醒 三品官员 见王家 该不该跪营 满嘴的理智 行为却如此的狂奈 哎呀 刘大人的官威 要压过陛下的圣恩了 混账 咱们口不择言 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啊 我 我 来人 救命啊 来人哪 救命啊 我 我 哎呀 哎呀 哎呀呀呀 哎呀呀 哎呀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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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跟 人家这个张居露计较吗 因为他是宰府 这跟官知没关系 张居露啊 这魏王前驱 不计生死 我多多少少还对他 有一点点的佩服 至于你啊 那纯属招死了 来来来 接着来 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 张属谷 张属谷 见过张属谷 杨太帅 张属谷 你这是干什么呢 反正等着也是等着 打着玩呗 正三贫你打着玩 举荣胆的 张属谷 陛下身体有恙 三十 见过两个上注祸 那你 陪我走一段呗 来来来 杨太孙 过来 你说啊 你这个杨太孙啊 他现在越来越黑了你了 都说 扮之如扮活 你这一扮就好几十年 你说你再活这个二三十年 你就可以辅索三朝的元老了 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国师了 我就是一普通的和尚 并无官职 和尚 和尚有你这么普通的吗 你说 咱们得有多长时间没见了 是啊 你也有好些年没进过京城了 年龄大了 啊 胆子小了 你胆子小 大殿门前打正三品 你要是胆子小啊 这天下 可就没胆子大的喽 对了 你说这陛下 是真病了还是压根就不想见我 你自个儿不知大话 那你说说 这 他想让我等到什么时候 才肯见我呀 这就要看你儿子 怎么出青州了 你这个老家伙 还真说实话 所以啊 这京城法曼能当中 只有你是我的朋友 你要是不摸我脑袋 我便是你朋友 对了 天下都说 这个两样东西摸不得 一个是老虎的屁 一个就是 你阳台碎的这脑袋 又摸 走走走 下棋下 走 我 是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他敢 咱们皇亲宗室 倒是排在后面 张巨露第一件想解决的 还是悲凉 徐霄 张巨露在城外挑衅 就是想比徐霄动手 一旦徐霄对崽府下了手 皇帝不杀他 也不行啊 那张巨露自己的性命呢 拿性命博名声 读书人不都这样 不过 就这一点上 虽然证件不同 我和徐霄 倒是对他 都有几番佩服 徐霄已经到了京城 陛下怎么不杀他 陛下 我的二哥 眼光远 如果徐霄死在京城 北梁必反 他是想 让徐霄自己老死 然后徐凤年 那个王库接班 到时候北梁内乱 在拉拢风化 不费一兵一卒 北梁也就散了 所以陛下和张巨露的意见相组 不然以张巨露这么沉稳的性子 怎么可能会做出在城外挑衅的剧动 他那样 都是在逼徐霄入杀局 难怪 徐霄不出手 姓徐的老奸俱华 没那么容易上当啊 徐霄入京已经是几天前的事了 怎么陛下意识不见的 那是在等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 这是张巨露送过来的信 非物自外智 自中出于心 这是什么意思 理由武经 莫重于记 夫记者 非物自外智者也 自中出生于心也 这是理记之书 非物自外 自中生于心 张巨露是在提醒我 有些事不能靠外物推动 还得靠内心自发而为 那是件什么事了 他是在劝我 主动杀徐凤年呢 陛下 陛下不见徐霄 那是在等徐凤年 和我们这边的消息 北梁和我们青州 对峙已久 如果徐凤年轻而易举地 离开相反 陛下 定会猜忌我们 与北梁暗中联手 主动杀了徐凤年 这边 皇城自然安心 服务记者 这个记忆 也就是徐凤年的姓名 那这么说 张巨露提醒的是对的 就杀了徐凤年 杀了徐凤年 北梁必反 到时候京城十有八九 会拿着我的人头 去向徐霄赔罪 咱们这位张仔斐 心思动得不错 劝我杀徐凤年 青州和北梁 玉石俱坟 他的薛藩大忌 就再无阻碍了 张巨露这老贼 真够狠毒的 他就不怕 把自己扯进来吗 就那十个字 什么明白话都没有 根本没有办法 毛皮肤 这不是两难吗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那该如何是好 既然 都看着 最重要的 您府裂都已经清楚了 老邻子 老邻子 他 有 走 怎么了 来者不善 任意等在后院 速去禀报是次 初冬姑娘怎么一个人来了 王博呢 您身边已经有足够多的家人了 我配不上世子 还请世子放了我 你搜心大发了 不是 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我爹也这么说 你不信 换了你 你能信 若不是你开了口 我爹怎么会才见面就让我跟你走 既然王到了 在后院厢房等着世子 终于到了 一个人来的 王妃和世子赵勋都在 还有很多侍卫 好 我去去就回 放心 我回来之后 会把前因后果告诉你 我就在这儿等着 听说靖安王最宠的是王妃 你问这要做什么 很重要 没错 青州境内都知道 靖安王将王妃裴南伟是座珍宝 青州皆知 无人不知 裴南伟是后取的 结发期早就过世了 如今裴南伟就是正伟王妃 明天 明白了 要不要去看一眼睛了 有什么好看的 没有收睹我倒不如出去闲逛 走吧